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缅甸的老建筑 这些建筑有的是民房 又有一些历史文物 因为时间有限 而且这些老建筑和历史文物 我现在暂时也不是特别了解 就不给大家过多的解读 我们就看一下这些老建筑 洒落在缅甸各地方 能感受到缅甸曾经的繁荣 因为缅甸这个是东南亚这种热带天气 所以它的天然的绿化植物就特别漂亮 所以能感受到处处都是绿树 这好像是木质结构上面 这还有老爷车吗 这个有点像山庄里面 这个位置也蛮好的 我也不知道我的观众朋友们 喜欢看这些老建筑吗 因为光看这个老建筑 现在没有故事 所以显得有点单调 这外面好像是竹子的结构 这个是普通人家的 因为缅甸这个老建筑 很多民房都是两层的 两层结构的 这个有点时间久了 好像是中文刚才看到抬头 我会介绍更多的缅甸的老建筑 更多有趣的缅甸的人和事给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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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